是的 主播 槍擊現場拉起封鎖線 大量警力嚴密戒備 因為在美國週日凌晨才剛過十二點 有人持槍掃射 事發就在美國 東岸馬里蘭州巴爾地摩 侍奉七月四號國慶廉假 週末 社區舉辦年度派對活動 沒想到卻成了悲劇 這場槍擊造成十八歲 女子和二十歲男性重擔身亡 另外二十八人受傷 而且傷者中有多達十四人 都未滿十八歲 由於目前嫌犯身份還未查明 巴爾地摩市長痛心譴責 更誓言絕對會逮到犯案者 根據警方調查 嫌犯疑似有多人 但不確定有明確攻擊目標 還是隨意掃射 七月才剛開始 美國一連兩天就發生 三起大規模槍擊案 也是今年的第三百三十八起 震驚社會大眾 以上就是為您想獲得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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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